好了 三更半夜兩點多 有一群民眾就在路邊酒醉 姿勢大聲叫囂 遠景上前去盤查 意外發現其中 這一名灰色上衣的男子 他假裝謊報身分 讓你上車的東西 等一下 等一下 客廳 不好意思 休息一下 大家不要拖我 我們 這個 剛剛法律公務的 只是這名男子最醺醺的 這樣子連拖帶紅的 好不容易才把他請上警車 不過這名男子的朋友 這一下可囂張囉 跑到警車旁邊 還大聲指責警方說 讓他自己用走的不會嗎 不要讓他 走路上 他自己走上去 為什麼要用 真的嗎 不要妨礙警方實行公務 我們現在都可以錄影 甚至這名男子被架上警車 警車準備要開走了 他們還故意站在警車前面 自己的身分都要跟不講 我人身自由 我站在這裡不可以嗎 你站在車樓前面 警車妨礙交通 你還搞我們的車嗎 現在是怎樣 如此囂張的行為 當場就被原警呵斥 不過他們還是一臉無所謂 甚至還跟警方嗆聲說 我在叫車啊 怎麼樣 我站在交通 我站在車前面 這裡看警察看無情 好 那麼這酒醉鬧事發生在台中市大關 路上凌晨兩點半 那麼六七個人就在路邊喝醉酒了 鬧轟轟的 遠景上前盤查 以外發現其中這一個人 他身分爆出來有問題 但會派出所一查才知道 原來又是個通緝犯 喝醉酒還如此囂張 被警方逮捕 更囂張的是他的朋友 還故意擋警車 那麼以上在台中現場的狀況 再把時間還給台北棚內